医疗旅游 年接待超百万的医疗旅行者 年续多年被国际生活评为最佳医疗旅游国家 但在去年 医药旅游就为柔佛州带来超过一亿三千万令吉的经济贡献 马来西亚医疗旅游凭什么超越世界其他国家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顶尖优质医疗水平 医生数量庞大 据统计每400个马来西亚人里就有一个医生 专业度高 当地职业医生普遍毕业或进修于英、美、澳等医疗发达国家 且精通多种语言 英语、中文、马来语交流沟通无障碍 治疗高性价比与美国、英国的医疗费用相比 马来西亚医疗保健服务 平均可为患者节约约30%到85%的消费 是邻国新加坡的二分之一 且涵盖多个医疗领域 包括儿科、肿瘤、妇科学与心脏病学等专科 舒适的疗养环境 训练有素的医疗人员 马来西亚医院环境安静舒适 如同在星期九店度假一般 享受极好的疗养体验 马来西亚无论是医疗器械 还是医生职业技能和专业操守 都聘美欧美国家 其中八家医院还获得美国医疗机构 国际联合会JCI认证 完善的医疗体系 优质的医疗服务 马来西亚绝对是亚洲排名TOPT 高质量医疗旅游国 项目位于新山核心区域 不仅生活便利 周边还有多家知名医疗机构 包括英格医院 哥伦比亚亚洲医院 及新加坡的康生医院等 生活安心且有保障 我是徐杰 已经在新马两地居住十年 关于医疗旅游 您还想了解什么 屏幕下方 点赞 评论 加关注 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